哈喽大家好,我是芒果 这一期来分享王偶的两种拼接缝合方法 第一种是这个脚部和身体的一个无缝拼接 第二种是头部和身体的无痕缝合 我们先来看一下腿部和身体的拼接方法 首先我们先把两个腿这里给它勾置好 勾置好之后其中一个腿不要断线 我们引拔完之后勾三个锁针作为连接部分 当然这个连接的针数可以根据自己实际需要来勾置 那我勾这边勾的是三针 拿起另外一个腿 然后穿过这个针目 我们进行一个引拔 带线出来引拔 引拔完之后拉紧线圈 接着勾一个起立针 那这边就是作为我们新的一圈的起点 然后我们接着在第一针 也就是允拔的这个针目的这里来勾置第一针短针 好如果怕针数不好找 我们做上记号扣 那我们一个腿我这里勾的是12个短针 如果怕不好算针数我们一边勾一边数 好这里是第二针 好这里是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好这一圈12针就勾好了 勾完之后我们来勾这个连接的部分 我们这边是勾这个左针的前面半边针 然后等等把这圈勾到这里的时候是勾后面的半边针 好 我们穿过这个前半针来勾置短针 这边我们三个三个锁针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上面来勾置三个短针 好三个短针勾完之后就来到了另外一个腿的这个地方 这个也是一样勾十二个短针 好 这个这圈勾完之后就来到了连接的这个地方 同样我们也是挑起那个锁针的半边针来勾置三针短针 一 二 三 好三个短针勾完之后这一圈就算结束了 结束之后我们要做跟第一针来做头尾的引拔连接 好 这样我们两个腿和身体的部分 这样子就给它连接起来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会有一个孔洞 这个孔洞我们可以用缝合针来给它缝合一下 好 缝合好之后我们把这个线头给它隐藏一下 然后把它剪掉 那接下来按照我们正常的勾置就可以了 那这样两个腿就拼接起来了 而且也没有孔洞 接下来我们来看身体和头部的一个无缝缝合方法 针穿过整个针目 把线拉过来拉紧 头部部分也是一样 穿过整个针目 然后把线拉出来之后拉紧线 它的穿针方法就是从右往左调起整个针目 然后穿针过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穿针的位置 头部也是一样同样的一个穿针位置 然后拉紧 然后拉紧 这边主要大家需要掌握的是一个 一个是它的这个穿针的位置 穿针的位置要找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拉紧 这个缝合线 这样缝出来的玩偶它就是无痕的 比较美观 好 两个缝合方法都分享完了 你学会了吗 我是芒果 喜欢记得点赞关注我哟